拼多多的店铺 看一下这个店铺最近的一些数据 夜桥科技数码产品 先看一下搜索 最近30天 花了多少钱呢 129 成交了12笔 每一笔金额14 投入产出笔 1.3元 是很不划算的 就是他花了一块钱 带来了 一块三的付款额 这仅仅是这个销售额 还要减去成本 就是利润 他的成本 如果是三毛的话 就是 花一块钱 赚回来打平了 但是他的利润不可能是这么高的 这个是多多搜索的 多多多场景 嗯 看一下最近30天的 花了134 每一笔成交金额是这么多 成交一笔要花这么多 其实这个整个算下来 其实是不怎么赚钱的 拼得多上大部分都是一些比较 产品价格比较低的一些产品 那么 那么我的这些产品的价格 相对是比较高的 所以说呢 买的人 不太多 大家如果要是有空的话 可以去我的店铺里面多多支持一下我 还是加受价格比较高 起来